登登! 哦~~這個黑黑一坨 它的漢堡黑色 麥當勞呢 又推出了一個新的產品 其實也不算新嘛 最近它又重新推出了一個產品 叫做 Spycy Korean Burger 漢堡 韓式辣漢堡 兩年前其實它就有推出過一次了 就是那時候我沒有去吃到 我真的不...很不時常吃 麥當勞 為了拍視頻嘛 就去試看一下 我們來試看一下 它這個所謂的 Spicy Korean 是Spicy到哪裡去 這個黑黑一坨 它的漢堡黑色 裡面也是...跟那個... 好像跟那個Rio的一樣耶 它是屬於...也是... 跟那個Rio的其實是一樣的肉 半合成 不過它這個是真正的肉啦 比較像真正的肉 就是裡面有... 蘿蔔絲啊 包菜絲啊 還有一個醬 這個醬老實說 跟那個Rio Burger好像一樣 差不多 然後它的肉的話也是有一點點辣的 差別就是在它這個麵包 當吃麵包的話也沒有什麼差別 哦...這個醬辣很多 這個Coreal Spicy的這個醬呢辣很多 然後我吃出了一點不同的就是 它這個裡面會有蔥 大蔥 這個肉也會比較好吃一點 我會比較喜歡這個 之前那個Rio Burger呢 它就會比較鮮 然後微辣 這個的話呢它就會有一個蔥的味道 然後會偏辣一點點 但是也是還可以接受的辣 不是講很辣的那種辣 兜力了咯 等下一定很多人講了 啊你整天一直吃麥當勞 一直吃麥當勞 其實我不是時常吃的 就是可能一個禮拜 最多有吃一次 看到它有新出的Burger 我就買一個來吃 不然的話我本身是很想去吃的 快樂肥宅水 這喝下去會很開心的 大概喝一點就好 Burger吃吃完了之後 總的來說這個Burger呢 蠻值得去試一下 它的味道的話 會比上次那個Rio Burger來的好 我覺得蠻不錯的 喜歡吃的小夥伴呢 可以去試看一下 拜拜